哈囉!大家好! 嗨! 我們今天找來了兩位重量級嘉賓 重量級嘉賓 這個字實際重 啊這個是名聲很重 你是誰? 我是貓頭鷹交通書 那我們拍完了139的請腳測量器之後 然後我們來接續 很厲害的測量 然後我們接續的要來尋找台灣最複雜的門牌 要記得去看那片請腳測量器喔 這個35度左右的時間 33到35度的時間 我們為什麼會是接著拍呢 因為呢我們在139的請腳測量器是在彰化 然後我們拍完之後我們接續的來草屯 我們現在人在台14線上面 所以大家以後呢如果去日月潭路上無聊的時候 可以順便來找一下這個複雜的門牌 日月潭路上往這裡 上走這一條 因為你們要走另外一條 沒有就是南投人跟北部人的差異 開始戰南北的時候 對開始戰開始戰 這邊的奇怪門牌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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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在我們 登登登 往後轉這邊 來 我們要來去找他了 這個是什麼 柏林 這個是材料行 他的門牌呢 來 我們請兒兒幫我們朗誦一下 小了 233-69-10號 有點長耶 這什麼意思 請問 這個是電話號碼嗎 為什麼要分這麼多方法 打打看 看會不會通 請問要打請問要接04 會空號嗎 會空號嗎 這打得通 這也是049嗎 章話是 欸南投市的049 對啊這也不是 啊你要打049啦 喔我沒有看我的影片 我的影片有講喔 喔糟糕 被發現沒有認真看 049 233-69-10 應該是打不通吧 應該是打不通吧 欸搞不好可以喔 林書的號碼是空號 空號 是空號 因為這個馬數應該是對的 049嗎 馬數沒錯啊 對馬數是7 049加7 對啊 所以他為什麼要分這麼多 為什麼要這麼多dash 沒有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隔壁門牌是多少 來猜猜看 看他為什麼要那麼多dash 下一個應該是223-69-11 或者是-9吧 搞不好是 搞不好下一戶是233-69 或是233-68 對啊 那是12或8 隔壁這一間門牌是多少 他門牌 所以他門牌是 欸自11 69-11 他的門牌是順的欸 這一號是-11 69-11 最好那邊時間還11 而且他自己寫的是 之 不是dash 他自己寫 他可能被誤會 可能以前真的 就是有人跟這邊一樣 那邊打電話號碼 可是到底為什麼要支這麼多 這什麼意思 是拐個彎在這個門牌 沒有我覺得他可能是 那個門牌不夠用 不夠用 就是有可能是 前面是有人編什麼233-69 然後下一戶是編233-70 然後中間不夠用 所以中間又X號插進去 喔 不在了 所以本來是233已經有人 然後接下來是234 然後自己又多蓋的東西 變成233-多少多少 到支69-70之後 中間又多蓋的東西 又有多蓋的東西 所以變成69-11 對 在都市規劃是有什麼問題 都市規劃 欸 這邊算都市嗎 這邊算都市嗎 這區規劃是有什麼問題 偏鄉規劃 看不起我們偏鄉是不是 沒有 我也是從都市到偏鄉的 喔 對對對 所以我如果在這裡 再蓋一間房子 當他的鄰居 我可能會領到233-69-11-1 欸 欸 你要不要試試看 不要 拿來是錢 真的嗎 你直接該動那個鐵皮這樣 對啊 草頭的地很便宜啊 這邊有沒有什麼UberEat 或FuPanda 欸 這邊我不確定有沒有 到底叫不叫得到 我們來測試 有沒有在範圍內 你要重新設一個新的TG 對啊 欸有欸有欸 欸這邊有欸 哇靠這裡有欸 但是他的門牌顯示多少 他門牌顯示多少 233-254-89 這邊還是254-89欸 254-89 他可能全部都 就是放著你要自己去做備注 好 等一下呢 我們要去對面 因為對面還有更可怕的東西 還有更可怕的 還有更可怕的 已經 已經有了開始覺得不可思議了是不是 我的那個 奇怪的姿勢增加了 然後我們來到對面了 所以對面這邊繞幾號啊 254-88 254-88 欸他不是89欸 對啊 254-89 剛剛那邊是89 233 沒有啦 他門牌他寫那麼大 你看233-69-10 欸 我覺得那一戶可能就是因為 太常被送錯信了 所以他自己把那個門牌印超級大的 他怕人家找不到 233-69-10 那這邊是254-88 254-88 然後他的隔壁多少 我們來看 隔壁是蓋起來 隔壁 他把它蓋起來了 好吧 這樣隔壁看不到 那就看隔壁的隔壁 隔壁的隔壁 往左邊走 欸他這什麼鬼 欸他好多隻喔 這表示他就是 星蓋的 欸他看起來就是星蓋的啊 254-86-6 他看起來就是星蓋的啊 對他看起來就是星蓋的 旁邊不是88嗎 對啊剛剛是88 奧手今天是86 所以他這邊插一個 然後又變成G6 插一洞然後又變G6 對 已經應該是 而且他還往後倒退 對啊他還往後嚕 你要把數字隨著那個大小 遞增遞減就算了 他為什麼 88 他隔壁是86 而且那邊沒支 這邊支了一個 這邊支了兩個 不然有一個支 那這一戶是多少 2 這邊也有支欸 這邊也有支 86-5 剛剛是86-6 254支86-5 然後這一間是那個 佛教電視台 我覺得 我覺得他真的需要 今天那個禮拜 就是修身養信一下 不然來這邊送信的郵差 應該會超級火的 那個 呃 50支86支 5 等一下 那個是電話還是門牌 這是電話啦 這是電話啦 這是電話了啦 那這裡的門牌呢 那門牌不見了 他沒有掛門牌 他沒有掛門牌 不理他 繼續往前走 這個感覺超級難送信的 你覺得不會有一個農園 或是 對啊 農園包有沒有門牌 農園應該不會有門牌吧 不知道 可能申請會有 申請應該是會有 主要還是會有農舍之類的 對啊 對啊 沒有這裡不是宜蘭 所以不會有農舍 這是農舍 我爸爸的阿嬤家 那一邊 外面就有一群 就是船 但是就困難在那邊 啊上面有農舍 不知道 下次帶你去看看 好啊 可以 對 這比較像農舍 這是多少啊 854支 8什麼 8多少啊 看一下 看一下 我們是郵差啦 我們要記性 87-7 87-7 所以我們剛才 那個佛教那一棟是 254支 86支 5 好像是支5 然後這邊是87-7 然後中間有一條巷子 蛤 沒有 剛剛不是有一條巷子 回收場隔壁 農田然後回收場 對然後中間有一條巷子 好像有 對那那奧小巷子會是幾項 等一下 254支87 254支88 這寫地圖真的真是偉大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254支87.5項 你是哈利波特看太多喔 四番子三項 好 我們去看一下那奧巷子 欸我真的覺得那邊送信很困難欸 就是巷子 然後他也不寫那奧巷子到底幾項 完全看不到 欸但他沒有那個路牌 對他沒有路牌 只能進去看的 等一下如果Google開導航 他可以正確地導到目的地嗎 你可以搜尋看看 這出口真的是蠻屌的 剛剛有一個什麼 23361 多少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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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我們只要 打開通話紀錄就可以記得他的車 對 欸那個 233支69支10 可是他那個應該收得到 因為他那個是店家 他剛剛那一戶是店家 所以應該收得到 欸那邊有了 欸這邊有了 這一間有我們牌 看他多少 還是254欸 254支85支10 為什麼是85 欸剛剛也是85欸 為什麼是85 沒有 8788 欸對欸8788 為什麼你差一個85 878885 欸我是不是對一半喔 我剛剛不是說87.5 結果他是85 對一半對不對 我有中那個5 感覺不太行 你開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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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邊變成2了 2 剛剛是 剛剛是10支10 這邊是變2 欸等一下 欸 2 等一下你仔細看一下 欸他還 哇靠 他更長欸 254支85支11項3 2號 2號 我們take大一點 哈哈哈哈 太亂了 草屯鎮中鎮路 254支85支11項3 2號 欸這個 身份證了吧 超大 這個全部念完 折頭都先打結了 草屯鎮中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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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屯鎮路 草屯鎮中鎮路 草屯鎮路 254支85支11項3 2號 好換我念 草屯鎮中鎮路 254支85支11項3 2號 好累喔 Google map 你不知道搜嗎 喔 我來搜尋這個 這個住址 哈哈 搜不到 搜不到 草屯鎮中鎮路 254支85支11號 支11項3 2號 對然後搜不到 搜尋 搜不到 搜到一個莫名其妙的位置 搜不到 這個 來來來來 你顯示一下我們現在的位置 來 幹 這是隔了500公尺了吧 你的外送會不會送到那邊去喔 記得到那邊去領 哈哈哈 有才真是偉大 有才真是偉大 哈哈哈 欸 其實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 這邊的人會不會常叫外送 然後被棄單的 哈哈哈 這我就不知道 等一下 我們要 我們說我們這一集 就要來找那個全台灣最複雜的門牌 後面我們找完這個之後 然後進來就說 那就結束了 不想繼續往下看了 還有更強的嗎 欸 看有沒有更強的 我們等一下繼續往下看 還有 對 只是等一下呢 我們要去的點就不是草屯了 哦 你們要去埔里 我們的鵝呢 他等一下還有其他要事 要繼續去忙了 那我們就這邊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 好那我跟貓頭鷹呢 等一下繼續去找其他奇怪的門牌 我在後續看你們有多奇怪 OK 沒問題的 記得拍照給我看 好走 我們繼續往下走吧 GOGO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 葡萊王霧社的路上 我們在這邊原本要看的奇怪的門牌呢 是這一間Seven 但是他關掉了 他連那個門牌都一起撤掉了 所以我們就看不到他的奇怪門牌了 我們還有備案 因為這附近呢 不只有他奇怪而已 喔 他有備案 他有備案 對 就在旁邊而已 所以我們就旁邊走過去吧 走 好 我跟他來去對面了 我們來過馬路了 你要舉手啊 你沒有舉手過馬路 舉手 好 我們現在來看的是這一個 九之四 來 請浪 請浪讀他的門牌 人愛鄉南峰村 中正路 九十之四 負山 蛤 你確定他不是把那個DASH寫成負嗎 剛剛不是什麼 多少知幾 知幾 這是什麼是知幾 負幾 這是什麼 太奇怪了吧 那個負是怎樣 第一次看到耶 沒錯 這個負字呢 我在其他地方都沒有看到 唯一看到的就是在人愛 南投縣人愛鄉這邊 台灣只有這裡有這個負字嗎 我插過很多地方 我結果插到這邊有負 我還不確定有沒有其他地方有負字 所以其實老司機只要看到 欸你門牌上面怎麼有個負字 喔你福利人喔 有可能 或是物色人之類的 你如果去清淨農場的話 其實清淨農場就是 上學還在開半個小時 所以有點遠 清淨農場那邊呢 一堆的那個民宿的門牌就是 對 什麼幾號負幾號 或是幾號知幾號負幾號 或是還有一種排列組合 叫幾號負幾號知幾號 蛤 剛才那一間Seven呢 他的門牌是那個88-1號 已經關掉了啦 不然我覺得他應該要有一個 更有創意的門牌號嗎 7號負11號 7負11號 這些7之11號不就好了嗎 7負11是最有創意啊 全台灣應該沒有跟他一樣的 然後Seven門牌叫7負11號 然後說請問你們門牌是什麼 7負11 7負11不是你們的店名嗎 那個寫那個 你報電話報地址給人家的時候 我是7負11 他會寫7-11 對對對 埔里這邊的複雜奇特門牌 這邊已經看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下一站 終點站我們要去台中市區 回到市區去囉 台中市區你有沒有覺得 你有沒有期待在台中市區 會遇到什麼樣奇怪的門牌 等一下 因為你要想嘛 剛才這草屯算是郊區嘛 郊區 然後這邊是埔里網 觀光區 觀光或是郊區嘛 因為這邊 這算市區嗎 應該不算 你確定等一下有問題的牌子 是在台中市區 對市區 正市區 正市區 市區會有牌子有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等一下去看就知道 等一下去看就知道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台中市區 那後面是那個美術館這邊 現在在五全路上 那我們這邊要來看的那個 複雜的門牌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先準備穿越馬路 到對面 往左邊走 這邊是五全路的六之一號 然後呢六之一號的右邊 這一間是六號 然後六號在右邊是四號 這兩個數字可以擺在一起嗎 好像不行喔 但這邊是台灣嘛 你看五全路四號 然後呢再過來這邊 我們要穿越狹窄的圍艇 然後五全路二號 五全路二號的右邊呢 開始 五全路二之一出現了 五全路二之一 然後我們再回去剛才的土地銀行前面 看土地銀行前面這十幾號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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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了 來 二之二號 再往前 來 二之三號 二之三 五全路二之四號 那你覺得再往前面是幾號 當然是二之五號 再往前面二之五號是不是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欸 抱歉 這邊是二之十四號 為什麼為什麼 等一下為什麼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四十三呢 為什麼 他們跑去哪裡了 不知道 反正不管他是十四號 繼續往前 中間號碼跑去哪裡不重要 重點是呢 繼續往前 二之十五 二之十六 二之十七 二之十八 好 那你覺得接下來這個 二之幾號會接到幾號 十九 再來五全三 五全六 三號 十九 二十二一 或者是三號 我們接下來呢 就直接跳到他的終點去好了 好 大家看好 這邊是五全路二之十八號 然後呢 我們的外面是什麼點呢 對面是梅川嘛 然後前面那邊是 那個美術館 對 我們現在來到了 五全路跟南田路的交叉口 過來這邊呢 一點多公里了 對 那你覺得接下來這邊的五全路的門牌是什麼 都已經一點多公里了 應該幾百號去了吧 所以 是幾號 五全路兩百號 兩百號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回頭看一下這邊的門牌是多少 來 這一間是什麼 嘉義虎 嘉義虎雞肉飯 來 他的門牌多少 往前 快 大聲唸出來 他門牌多少 兩百一十二號 五全路二之兩百一十二號 為什麼 我們走了幾公里遠了 一公里多 一公里多 還是二號 蛤 發生什麼事情 好我們繼續往旁邊走 這個 二之二一三 為什麼 還是二號 來 再來 二之二一四 這二一五 對這二一五 二之二一五 好 那你覺得前面的門牌是多少 照這種邏輯下去當然是二一六啊 二一六是不是 好我們等一下往前走 老頭鷹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前面到底是五全路幾號了 我先 二一六 先注意一下喔 上面還是寫五全路喔 我沒有在補舟 現在就是三平溪跟三平路一段之間的五全路了 五全路二之二一六 好他是二一六嘛 好假設他是二一六 來 我們到了 五全路二之二一一 請問這是五全路幾號 蛤 這是五全路幾號 蛤 五全路呢 等一下 我們在五全路對吧 對啊這條是五全路沒錯啊 五全路 對啊這條是五全路啊 這裡是五全路沒有錯 對啊五全路啊 啊裡面的門牌是什麼 什麼 三平路一段 蛤 而且而且他也支很大耶 你看二支三支四 二支四十三支二 啊四十三支二 欸喔喔喔喔 對不起四十三支二 我看反了我看反了 等一下我們在五全路上 然後門牌竟然是三平路一段 這邊 來這幾 這是什麼 三平路一段 四十三支一 好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你覺得對面的 對面的加油站是幾號 三平路一段四十 四十二號或是四十四號吧 好三平路一段四十四是不是 好我們就過去看吧 好再給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現在人還在這條是五全路上喔 對 所以這一間門牌理論上應該是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五全路吧 好應該是五全路 好 可是我們剛剛去對面是三平路啊 來請問他是幾號 五全路一支二零八號 我已經有點記不住我剛剛到底看到哪些號碼了 我記得那邊是五全路二支二一二到二一四 對 二一二到二一三二一四 對 然後這邊 二一五 對 這裡應該是二一六 但是他是三平路一段 四十三支二 對 然後這邊呢 是一支二零八 邏輯呢 邏輯 那我們往回走看看 問題是為什麼會有在五全路上領三平路一段的牌的 哈哈 這樣外送怎麼送啊 哈哈 欸 你不是曾經送過外送嗎 對啊 教授你沒有發現這種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很少送來這裡 很少送來這裡 等一下 這裡有牌子耶 蛤 沒有啦 這是靠北河南路 這是人家隨便黏的吧 這是真的嚴重錯亂耶 好啦 我們回來這邊 來看這什麼 五全路 一支二零七 一支二零七 那這裡要二零六吧 對啊這二零六 二零六二零五 對 然後接下來這邊呢 是二零五 我們來進來一點 看 然後這邊是五全路一支二零五號 所以再往前的話呢 就是五全路一支二零四 就很順的繼續往前面遞檢下去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說 這邊是我們今天的終點 一點多公里外的這個地方呢 我們剛才在前面 一點多公里外的地方 那邊是二號跟四號的交界 二支一二支二二支三 二支四二支五 二支六二支七 然後變到這邊 沒有五 直接從二支十四 對 就直接跳號 然後就跳到這邊變成二支二一五號 這邊是二支二一五號 然後再往前面就直接跳成三名路 三名路 三名路一段 而且明明在五全路旁邊 明明在五全路旁邊 沒有我覺得 其實最神奇的是呢 這接近兩公里的路段 全部領的都是五全路二號高 跟一號的門牌 對 然後就這樣可以支支支支支支下去 我家住在五全路一號喔 然後 請問是哪一間 都是你家嗎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 以前那個郵差啊 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Google Map的時候 那郵差到底要怎麼送信啊 一 那個 一支二零四 假設我今天郵差一支二零四 要送來這裡好了 對 我五全路一號 在最那邊 對啊 然後一路找了一公里多 跑到這邊 喔 二瓶四在這裡 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點呢 就是 前面是鐵路 就接近五全車站 喔 以前田平之前那邊是 對 這是地下道 所以因為以前那邊 我在猜了 應該是因為以前那邊是地下道 所以後來這邊就是沒有領五全路的門牌 喔 所以就是五全路門牌就領到 領到那一間全國街道站為止 因為在前面是地下道 在前面就是地下道 對 所以五全路的門牌 一支多到二支多 最多就是只到這邊 但是你要想 這接近兩公里的路段 全部都是五全路 全部都是領五全路一號跟二號 五全路二號 會有這個現象啦 其實我有去稍微查一下啦 大概是1962年的時候 就是這邊門牌有重編 那那時候門牌重編的時候 那時候五全路 它就有記到那個 沒穿那個口而已 所以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二號跟四號那個交界 所以後面的五全路 接下來多蓋了這兩公里多的路段 就沒有再重編門牌 就全部那邊五全路二號 二支級二支級 然後一支級一支級 然後一路支下去 超瞎 所以是 往東北那個方向是本來就有的 這邊是新蓋的 所以才從一號二號 從這邊變成一支級二支級 好啦 那我們 不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因為它以前 屁路的時候只有屁到那個啊 沒穿那邊啊 到美食館了 對 所以後來在這個新開片路 才會一支級 所以在這邊的路團隊 有人會有五六四 你們是覺得很少看到這種 對啊 就是靠奇 然後看地圖剛好看到 好 謝謝 好 剛好有路人來為我們解惑 就果然是 住在這裡的 可以知道說 這裡發生什麼問題 對 就畢竟你每一次叫外送的時候 都要多等好多時間 讓外送人員來找你 那就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我肚子餓了 我還要等你找到我 那外送的搞不好說 欸你在哪邊 啊我在我全路一號啊 然後就 啊我問你在兩公里外的地方欸 我在美術館你在哪裡 我在武全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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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呢 你還知道台灣有哪些 一樣 就是可能更複雜的門牌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介紹的 或者是 你覺得非常有趣的門牌 那這樣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講 好 那我們就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 掰掰 我想起來這間Seven為什麼會被踩撤掉了 為什麼 今年夏天不是有個颱風 對 然後後來不是土石流 就這間啦 你沒看到後面還有那個痕跡 我以為那個是施工的 沒有啦 那是土石流啦 我能想到 土石流衝進來 對啊因為我是剛剛看後面寫那個 全台最悲情加油站恢復營業 突然想到 哦 如果我們走半年來的話 可能就會看到他了 全台最悲情加油站 這計劃棒的 對